教你如何透过Facebook赚钱 而且比YouTube还更好赚哦 哈喽你们好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宾彦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YouTube能够赚钱 但你知不知道Facebook其实也能够赚钱 而且可能比你的YouTube收入还高哦 在去年11月左右 我就发现我的Facebook page 突然多了一个广告插播的功能 它可以设置你的影片需不需要出现广告 我当时就非常高兴 因为可以设置广告 就意味着你可以有广告收入 2019年1月份 我终于收到了Facebook给我的第一个广告收入 竟然比我的YouTube收入还高出5倍 所以我就想上网学习更多有关Facebook赚钱的方法 但是我发现资讯非常的少 而且大多数都是以英文为主 所以今天我就整理了资料 想帮助那些想透过Facebook赚取额外收入的你 事前准备 第一,开设脸书专页 你必须要有一个Facebook page 你的个人Facebook profile是不能赚钱的 第二,拍摄影片 只是文字或者是照片是不能够赚钱的 而且影片的时长至少要三分钟或以上 第三,银行户口或PayPal账户 只要收入达标 Facebook就会自动挥款到你的银行户口 赚钱的条件 要赚取广告收入必须达到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第一,一万粉丝 你的Facebook page必须至少达到一万个like 第二,三万次一分钟以上的观看次数 在过去的六十天里 你三分钟的影片必须获得三万次一分钟以上的观看次数 听起来有点难理解 反正就是你必须拍摄三分钟或以上的短片 而且观众观看影片的时间要够长 第三,影片符合脸书准则 暴力、色情或者是敏感的课题的影片都不允许 而且如果你是常常盗用别人的影片也不能够哦 那怎样知道自己有没有达标呢 那很简单 你只要点击我Description下面的这个链接就可以查询了 达标过后 你只是要根据Facebook的指示 填写你的这个银行户口资料 你就可以开始等着赚钱啦 Q&A 如何查询我的收入 点击你Pitch上面的这个成效分析 再点击广告插播 你就可以查询你的广告收入啦 所有我的影片自动开启盈利吗? No, no, no 必须手动的开启视频盈利 而且你必须设置广告出现的这个时间点 如果你的影片时间够长的话 你还可以插播更多的影片哦 我以前的作品还能赚钱吗? 以前的作品可以开启盈利 但是那个点击率会重新计算 除非你旧视频的这个点击率还持续增长 否则帮助不大 什么影片都可以盈利吗? 只有三分钟或以上的影片才可以申请盈利 而且必须交给Facebook审核 几时才可以拿到钱? 根据我的经验 只要你的这个收入达到100美金或以上 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左右 你就可以收到你当月的收入 但是如果你当月的收入太低的话 Facebook将会暂停付款 并累积到下个月 广告费怎么算? 很抱歉 我到现在也还没有找到 任何有关Facebook计算广告收入的这个方法 所以呢 一切都是它说了算 为什么我会说 Facebook比YouTube还更好赚? 使用过这两个平台的朋友 相信你们都知道 Facebook的view是比较容易上的 因为Facebook有自动播放和分享这个功能 只要确保你的影片有共鸣性、时效性 还有前面的5秒能够成功抓住观众的胃口 你的view就不会太差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有用的话 就记得share还有tag你的朋友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就记得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